2021年4月10日,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,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,并除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.12亿元4%的罚款,继182.28亿元,这是我国反垄断史上最大的一笔罚单。 经查,阿里巴巴集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,具有支配地位。 自2015年以来,阿里巴巴集团滥用该市场支配地位对平台内商家提出二选一要求,禁止平台内商家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,或参加促销活动并借助市场力量,平台规则和数据,算法等技术手段,采取多种讲诚措施保障二选一要求执行,维持增强自身市场力量,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。 本案事实清楚,证据确凿,定性准确,处理恰当,手续完备,程序合法。 几乎同一时间,去4月9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,湖畔大学已经停止招生。 湖畔大学号称是马云效仿黄埔军校,开办了一所商业界的黄埔军校。 2017年湖畔大学第三期开学典礼中,马云更是提出了为市场利息,为商人利益,为改革开放季绝学,为新经济开太平的宣言,马校长也成了马云最喜欢被称呼的一个头衔。 按照马云的设想,未来的中国500强企业中,应该至少有200强出自湖畔大学。 湖畔大学位于阿里巴巴当年创业所在地,杭州湖畔花园小区,2015年创立。 其创办人由马云、万通集团老板冯伦、复兴国际兼董事长郭广昌、巨人网络集团董事长史玉柱等8名知名企业家。 湖畔大学的招生号称吊打哈佛,除了设置了三年创业经验,30名以上员工,纳税三年,并拥有3000万营业额的基本门槛。 湖畔还要求报名者必须有三位保健人,其中至少一位指定保健人。 保健人制度并不是什么创新,他脱胎于封建传统中的圈子文化,说白了。 就是一帮有钱人抱团想搞事,但是为了保证这个圈子的私密性和可控性,所以要进入这个圈子,就必须有合格的保健人,关键还有有一个指定保健人。 也正因为于此,北大教授饶意,就是那个举报某某学术造假的饶意直接指出,不判大学不是大学,只是有钱人的朋友圈。 早几年滴滴出事后,网上热传了一张非判大学微信群的听截图,截图显示,大佬们一边导支持滴滴,丝毫没有从用户角度考虑之意。 这有为公平竞争的市场精神。 在产业高度集中化的今天,不仅市场生态环境,容易因被一两家企业垄断而遭到破坏。 如果有一天,整个市场都被一小撮人垄断,那是有多可怕。